摆在你店里面卖的话 你敢不敢卖五百块 我就问你敢不敢卖五百块 hello 大家好 我是Toyz 欢迎收看 美食公道博之防医番外篇 这个番外篇呢 我跟你们说 也正正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配合 这个政府的疫情防疫措施 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出过门了 我记得我好像差不多 五月初还是五月中那边的时间 政府说可能有几率封城什么的 我从那天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每天都在家里吃便当 吃外送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只能在家里拍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要来开始开箱 尝试这些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个 高档外送料理 我们第一天有请到的这个来宾 就是来自于乐轩的牛舌便当 先说这个企划呢 我们围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我的中餐晚餐 全是这种高档料理 早餐呢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这种 就是外送的早餐高档料理 所以我们从中餐跟晚餐 就一天两餐 来开箱一下 这些这么昂贵的便当 到底好不好吃 来啦 我们先来看看 高级的乐轩牛舌便当 这个一个多少 780 780块 当我看到这个便当的时候呢 第一个印象是昂贵 不知道贵在哪里 就算你是顶级和牛 我看起来也不像 刚打开的时候有点失望 因为它的价值是 780块 一个便当 一个蛋 一个番茄 一些洋葱 4块牛舌 如果这个也是牛舌的话 就是4块牛舌 然后一些 应该是和牛薄片 坏菜一个 玉子烧一个 香菇一个 香菇 然后又再一个 然后一些泡菜 就是如果真的平常在吃这种便当的话 这个便当差不多 250块 应该有找 就我不知道它肉到底有多高级啊 不过我们先来试试看 我们从这些前菜开始吃 先试试看泡菜 泡菜应该就他们原本店里面 已经在用泡菜了 所以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正常泡菜 菜也没有什么让人惊艳的地方 看起来很像这种健康便当 健康便当里面都会放这些 都正常 看来这个便当啊 主角应该是牛舌 我先来试一块牛舌 哦我刚洗过手啊 别说我不防疫怎么办 有一说一了 对不起了乐轩 这个750块的便当呢 我吃完第一口就觉得 是来骗钱的 真的就是骗钱啊 不是我问你们 虽然这个是外送嘛 没有错可以贵一点点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样的一个牛舌蛋的一个饭 加几片肉片摆在你店里面卖的话 不要不要说780 你敢买500块吗 这个便当做成一个一碗饭 在你的店里面卖 你敢不敢卖500块 我就问你敢不敢卖500块 你不敢 你一定不管 我是顾客我一定骂爆 光是牛舌也就只有4块 虽然说品质确实不差 它很Q弹没有错 多少你会买这个便当 多少你会买 200 我250 这这什么啊 除了光看不吸引人 这不疗愈以外 我没有想到就是也没有到很好吃 就是 那个很正常的牛舌 而且它有配酱吗 它也没有酱 哦它还没有外送 它要你亲身去拿 它这个便当750块 拜托一个勒 这个饭也没有做什么调味 淋一些稍微酱上去 有点诚意嘛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 白饭 成本算15 一个蛋10块25 花椰菜 玉子烧 加一些香菇 这边算你30 再加5片泡菜 再算你10块 几片薄片 和牛薄片 是不是和牛还不知道 我吃一块试试 应该是等级比较低的和牛 这边我算你100好不好 100 4块 顶级牛舌 我当做你超级顶级好了 我算你再100 澳洲和牛 这边怎么看这个成本 顶多顶多 也就100多块 你卖到750块 我就不知道 我没了解 我真的看不见 我们上次吃那个什么 long tail 都没这么扯诶 那个300多看起来 比这个便当还好看 就是这个看起来就是和牛的健康三合 可它的和比较好 这和牛也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和牛 卖到750块 那再来看看这些荷包蛋的基本功啊 有没有半熟啊 也没有半熟 你们要不要跟我买这个便当 我可以做给你们 我卖300就好 我做得出来这个便当 简单的 赚钱那么好赚哦现在 台湾大家的平均薪资好像也没有到特别高啊 但是为什么这些卖吃的卖喝的都这么敢卖啊 还是他就是卖我这种人 想要知道你到底在贵什么这种心态 去买一个 而且他们家的便当还有更贵的 最贵2880 反正那个后置帮我们上一下 上什么价目标 2880可以吃烧肉吃到饱了 2800那个也是一个便当 太扯了吧 那个有什么东西啊 2000多一个便当 一个便当 我早知道就买一个那个给喷死你 就是我在吃这个便当的时候 我完全吃不出来 它有超过300块的价值 我最近很常教那种健康便当 我觉得那个健康便当也不输它 它的和牛什么的 也吃起来不是特别特别高级 当然你可能说它是最低阶的和牛便当 你可能高级的很好吃很好吃 但是780块诶 吃到的人不会生气吗 你真的觉得 推荐指数0分 OK 它的和牛薄片一般般 这些蔬菜没有任何特色 泡菜随便一加都是这个味道 荷包蛋随便一加早餐店 都做得比它好吃 白饭没有任何的调味 牛舌正常水平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称赞它的地方 唯一可以称赞的可能是 和纸很漂亮 番茄好吃番茄好吃 这个番茄有30块的价值 正常水煮花椰菜 正常水煮花椰菜 哇这个菜还没煮熟啊 色色的 好吃指数10分为满分 我给1分 我就给那颗番茄 入口是非常非常开胃的 而且它的酸呢 并不会让你觉得 诶诶那种感觉 你懂吗 其他我觉得都是差评 你看 我们这个肉 牛舌 加上这些配菜 配这个白饭 都还不够配 真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味道 就是单纯的在吃食材 那种感觉 但是我又不觉得 这个食材有特别特别高级 嗯很赶賣 那么这个来自于乐轩和牛专门店的 这个澳洲酒家和牛后切牛舌 &酱烤和牛牛五发 那我就不多做评论了 我相信我前面不管是推荐指数 还有味道上面 我也都打过分数了 那么接下来呢 等下一餐 又可以在家里吃好料了 下一餐哦 好 いただきます 这个晚上呢 就相对来说 非常的丰盛 很好看的盒子 这些赤身看起来 这个画面也不错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一家呢 叫做七岗星 然后呢 是我女朋友说 她突然想吃这个日本料理 所以呢 我们就点了这一家 日本料理 哦 这才对嘛 虽然这个价格相对来说 高了不少 但是 这才是 高价的这个便当 外带该有的样子 太漂亮了 这个 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 各式各样的赤身 没有错了 然后这两个呢 因为我只知道 什么叫散寿石 散寿石呢 就是下面铺满了醋饭 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个 正常来说啊 就是她可能最好的部位 她会拿来做成那种单片的赤身 但是呢部位比较没那么好的 她就会切成 这种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铺满整个醋饭 让你每一口 都是有这种赤身 各式各样的味道都随伴着 然后这个呢 我第一次听到 就是叫铁火洞 就是醋饭上面铺满了鱼鱼 有各种不一样等级的鱼鱼 我这样看来 有瘦的 有没有那么肥的 有这个 看起来铺鱼肚之类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从颜色上面可以区分 她这个铺鱼呢 有分成了三个等级 价格的部分呢 这个三盒便当 加起来的总金额 3920 贵是贵了点 然后但是 如果她的赤身什么都是好吃的话 我认为 可以给她过 可以给她过没关系 因为光看这个就很有食欲 对不对 应该会吃起来开心一点 先来试试看这个 赤身 いただきます 陈鱼在旁边流口水 不敢过来吃 流口水 全部把它吃光 不要吵进去 不要吵啦 哪有差啊 这个是不是牛肉啊 光是颜色的分布 看起来 有可能是牛肉 也有可能是 一个不错等级的鱼鱼 试一下 嗯 嗯 光是入口的第一片 很满意 非常满意 这个鱼鱼啊 入口 爽口 弹牙 鱼鱼的味道 不会像那种低级的鱼鱼那样 散发炊骨 微微的腥味 那种低级鱼鱼该有的味道 而这个鱼鱼 入口很爽 然后爽完之后呢 在嘴巴里面咬 它会一直划开 哇 好东西 好吃 这个看起来可能就是低级鱼鱼了嘛 反正我日本料理我没有很懂 对于这种鱼类我没有很熟 但是 我还吃得出来 他们这个鱼肉什么的 高不高级 好不好吃 因为我自己很讨厌吃那种 比较低级的鱼肉吃生 我吃了很反胃 但是这一家光是第一片 嗯 满足 要不要进来吃 嗯 这个 应该也是鱼鱼 因为一般来说 很低级鱼鱼吃起来是很难受的 但是你看它这么瘦 它却吃起来带有一股甜味 完全不腥 能在家吃到这样的日本料理啊 跟去那种好几千块一餐的日本料理 没有什么区别 光是这一盘 在外面点啦 我猜价值就可能快一千 那这两个闪寿司 我猜价值可能也要七八百 可能要我不知道 总结来说啦 我光先吃这一盘 我就觉得这三千多 吃了不生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虽然看起来很贵 但是吃了真的一点不生气 这个是什么鱼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很好吃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很少吃这个日本料理 很高几率啦 会让我失望 但是我没有想到 它每一片都是入口即化 甜的 带有不同的鱼味的这种独特的味道 那个味道是在你嘴巴里面流香的 就不是让你难受的那种腥味 想要赶快喝一口日本茶那种 就是我现在吃起来是很舒服 很香很好吃 这个可能就是稍微把鱼皮炙烧过的鱼 但是这个鱼我是真的不是专家 我只能让大家知道它好不好吃好不好 表情是骗不了人的 如果这个东西难吃 我一定不会长这个样子 因为它价格很高 而且在家吃 完全不用顾虑旁边有没有人 不能让我喷 但是这一盘 来个甜虾 哦 只有两只耶 还是我吃两只 吃一下 中间是爽的 先说这个甜虾中间是非常爽脆 但是它旁边的肉是稍微带一点绵密 很像是它腌制过 让它有着不同的口感 虽然很新鲜 但是它却又有办法 让它做出两种不一样的口感 先是绵密 再来是爽脆 既清甜 又有独特的那个香气 这个应该看起来 应该也是鲑鱼之类的东西 它真的好好吃 我虽然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鱼 从吃起来 它不像是鲑鱼 就是它没有那个鲑鱼独特的味道 但是它整体的肉质非常一致 就是入口很像是那种大片的河牛 当然没有河牛这么带劲 鱼中的河牛 这个口感很喜欢 真的太香了这一家 因为我跟大家去吃蛮多日本料 就是他拉我去吃的 我都很不喜欢 就是那种很贵的一餐 一个人要5000、6000、8000 类似这种的 都失望而回 但是这一个是真的让我心服口服 光是这个鱼 我给它满分 我再加20分给它 120分 还有这个干贝 干贝 打掉 这干贝也好甜 这个看起来 你看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脂肪的分布 你一看就是顶级鲑鱼 各位 好神奇的部位 它应该也是鲑鱼 但是它是那种 咬下去的时候 它会骗你 它会让你以为是入口即化 但是咬到中间 它带有一个爽脆的感觉 我没有吃过这样的鲑鱼 看来是我日本料理吃太少 它真的很好吃 刚刚那一片不管是味道还是口感 都吓到我了 你拿去吃 拿去吃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由我来跟各位 稍微试吃一下 这个散寿司 当然那个铁火丼 我也会稍微吃一下 但是我自己个人 没有那么喜爱鲑鱼 但是虽然说它的鲑鱼呢 深得我心 但是我对于这个散寿司啊 相当的有研究 因为我去那种平价日本料理店呢 就不是那种连锁店 不是日本引进的 就是那种隐秘神殿 里面有闪寿司呢 我一般来说都会点一个 最关键好吃的点呢 就在于它的醋饭做得好不好 所以我们先来试一口饭 可以看得出来很丰盛啊 试一下 它的料好多 首先我吃到的就有鲑鱼 鲑鱼卵海胆 还有鰻鱼 还有这个应该是炸虾 但是它的醋饭呢 我自己觉得可以更酸一点 就是它的醋饭感觉是 被太多料盖过去之后 那个饭呢 显得就没有这么酸了 它上面那些选配的食材 多到不行 所以它稍微把那个醋饭的味道 盖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够酸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蛮好吃的 单纯吃一下这个饭试试看 上面配的这些料啊 其实都不是很关键 因为它是那种鱼头鱼味 就是醋饭稍咸不够酸 真的差了一丢丢的酸度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还是让人满意 比起早上的那个便当啊 真的差太多了 就是吃这个 完全不会觉得生气 就是至少你吃下嘴巴的时候 你知道 一定是来自于一个 非常非常高级的这个食材 刀工 这个用心的处理 这个店家他内心知道 他卖这么贵 是有理由的 不是毫无理由 只是打着自己的招牌 在乱卖 反正你会买大人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就觉得 RESPECT 这一家呢 真的是真材实料 东西好吃 分量也不马虎 完全没得挑剔 有蛤蜊 那这个是什么 该不会是腌制的酒孔吧 这个 也这些有一个了 嗯果然不出我手料 嗯味道好重 味道好重 这只是用心啊 各位 他这个酒孔 都不知道腌多久了 就是你吃散寿司的时候呢 心情是很愉悦的 味道是很一致的 就是一股清爽 各式各样的这个海鲜配料 配搭着一个 微微带酸 酸中有甜的一个醋饭 就像唱着这个 周杰伦的道香一样 除完唱着唱着 变成这个安静一样 就是 它突然会跳动 你知道吗 这个突然来一个重口味 你的味蕾 整个就觉醒了 这种节奏你知道吗 它本来是这样 你们看影片 不断的看着同一个画面 比如说我一直站在这里 我的镜头都不切换 这叫做 视觉疲乏 如果 我一直吃着这个散寿司 都没有别的东西 来刺激刺激 这叫做 味觉疲乏 这完全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散寿司呢 不管是味道是重的 还是味道是淡的 你吃起来 都一定会吃到腻 所以呢 它需要一点 不一样的东西 来调试它的味道 让你的味蕾 产生了一些变化 再回去吃这个散寿司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番风味 设想太周到了 太贴心了 完全就好像 有一个专人在旁边 看到你吃了这个散寿司 吃了一半之后 诶 你有点腻了哦 你一定会去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吃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颗腌制了许久的酒孔 一口下去 直接勃起 用芥术腌制过的这个蛤蜊 新鲜带感 又刺激 我跟你们说 这一块是主菜 这一块呢 就很像是这个 这个店叫什么 旗刚心还是旗刚心 旗刚心 不是业配了吧 所以我吹得这么好吃 我连他店名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一边 完全就像 这个旗刚心的一个专人 在看着我这个散寿司 绝 再来 铁火洞 这个我第一次吃啊 下面应该也是出饭 上面有三种 不一样等级的鲑鱼 这个旁边啊 一样 专人服务 从最低级的开始 这一片呢 就有点太低级了 鲑鱼独特的味道出来了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个味道 就是有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吃过 低级鲑鱼 反正一入口就是那个味道 没有脂肪的鲑鱼 这个粗饭的酸度 我就比较喜欢了 那一个粗饭 那个散寿司的粗饭呢 它上面的配料真的太多 所以它有一些味道 腌下去了 变成说那个粗饭 相对来说吃起来没那么酸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又更清爽了 这个粗饭 吃起来很开胃 我不知道这两个 是不是同一阶的 但是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可能只有两阶 这就对了 要是它把这几片 也换成这个等级的鲑鱼 我就很喜欢了 爽中带香 鲑鱼的味道是后面 在慢慢渗透出来的 而且越绞越浓 脂肪的分布刚刚好 它虽然不到入口即化 反而我很喜欢它中间这条筋 就是刚好给了这个鲑鱼 最后一丝的口感 就来自于那条筋 如果这个铁火丼 跟散寿司相比 我本来以为 这还没吃之前 光看卖相 我一定比较喜欢那个散寿司 但是没想到 这个铁火丼的表现 出乎意料 然后还有一块鱼肉 我试一下这个鱼肉 真的挑剔不了欸 它怎么每个东西都这么好吃 连它旁边的这些配料都这么好吃 什么鬼啊 腌萝卜 腌制娃娃菜 每个都好正常 好好吃 就算这个是3000多块 就是吃起来 就是开心 你知道吗 能在家吃到这样的料理 就像你去了一家很高级的餐厅一样 而不是买了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回来 吃了却是那种低级便当那种感觉 哦 各位观众 如果你最近在把妹或什么的 或者说你爸妈生日 又不敢带他出去吃饭 我跟你们说 你们订这一家 绝对可以骗到他 不不不 绝对可以 让他开心 好不好 绝对可以让他开心 好吃吗 10分满分几分 他说他只给8.5分 他说有点腻 但是我自己吃起来觉得很高兴 很高兴可以认识你 那我们食物就介绍到这边 这就是我们美食公道博之番外篇 之防疫安全措施 做足做满之在家 吃这个高档料理的第一集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天 我们接下来会连续有7集在家 来吃这个高档的料理 为大家开箱一下 现在防疫不能出门了 怎么办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错过的 那么再来做个总结 做个总结 早上那家我们就是不总结了吧 反正大家看过了 应该没差了 对不对 但是晚上这一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被早上的那一家给影响到了 我觉得一个高级料理 就该有这样的水平 就是他那个所谓的高级餐厅的 那个高级便当 做出来跟低级便当 没有什么两样的情况下 当我晚上吃到这个 高级的赤身便当的时候 完全就是满意满足幸福 觉得钱没有丢到水沟里的感觉 光是这一套 如果是在那种高级日本料理店吃的话 至少啦 应该也要3000差不多 他说他吃过在这个店里面吃 一个寿司的set是4800 所以他这个3800的套餐呢 我自己吃啦 就是觉得如果是两个人在share的话 其实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价格来说非常公道 推荐指数的话 到了这个阶段 我觉得我再用价格去衡量它 已经没有意义了 当然这个是大家都会考量的一个东西 你给几分 推荐指数 五颗星满分 4.5 我也差不多给4.5 我觉得这个分量 差不多是三个人可以喂饱的 如果你们又都是妹子的话 应该是四个人都可以喂饱 因为那个饭很多 所以推荐指数蛮高的 那么美食评分来说呢 十分满分 以我一个 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日本料理的人 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赤生的人来说 我可以给个9分 因为东西真的是蛮好吃的 就是我平常去日本料理店呢 吃到生食呢 大部分我都是有点打枪打枪的 因为不一定合口味嘛 但是这一家的赤生是那种 不知道是不是有盐过 还是怎么样 就是它每一片都很有特色 有特色以外 它没有任何一片 实际我失望的 除了这个最后一个 这个铁火丼的那个低级鲑鱼 最主要是它旁边的那些配料 就是便当旁边的那些配料 我觉得太用心了 就是一般来说 很少便当可以做到这么用心 在这个配料上面 不是说其他便当不给配料 但是它 好不错 就是真的是随便给 我不给个9分 我真的觉得对不起自己 我对不起这一家餐厅 它有用着极大的差距 吊打了乐轩的便当 虽然说价格有差嘛 我们下次应该可能找两个价格差不多的来PK一下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思 不然等下乐轩 我们那个才780 你跟我们3200来比 怎么比对不对 我觉得少了一点意思 但是光是食物水平 让人满意的程度 780 就该有780满意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完全没有 但是这个3000 我却有4000的满足 那么以上就是第一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